绵延1936公里的接壤边境 把墨西哥和美国相连起来 同样的也是这1936公里的边境 将贫穷和富裕分隔开来 沿着这1936公里的地方都是荒漠 要跨越过去并不是容易的事 但是偏偏每天都有人这样做 因为他们深信越过去就等于由贫穷跨进富裕 由无望跃进希望 美国是很多人的梦想之国 无论是墨西哥人、拉丁美洲人或者贫穷国家的人 都希望寻找美国的天堂梦 不过直接偷渡去美国难若登天 反而墨西哥的边防守卫的很宽松 所以墨西哥这1936公里的边界 就成为大家的踏脚石 贴近美墨边境的沙漠城镇 墨西卡利就成为进入天堂的终极站 墨西卡利是中国人开拓出来的城镇 而想进入天堂的有不少是中国人 这里每天都发生偷渡者成功喊失败的故事 顺理成章 当中有的是中国人的故事 我觉得生命中明明自有主宰 当时去纽约 那纽约有摩天大厦 有自由神像 很自由 谁知道来到这儿呢 只有仙人掌和沙漠 这个中国人不肯以真面目示人 不肯透露自己的姓名 因为在过去的八年 他都是偷偷摸摸地 在墨西哥的墨西卡利生活 他要求我们叫他陈先生 在一往之隔的美墨边境 他细数了纠缠他八年的偷渡往事 当时本来是想找好的生活 就是想过好的生活 当时看见乡里回来 回到乡下呢 觉得他们很风光 那么心里就有一个梦想了 我也想到美国去看一看 觉得他们衣着光鲜漂亮 就很想去外国看一看 1992年 28岁的陈先生 跟很多中国人一样 想离开贫穷的家乡 寻找富裕的他乡 他选择坐船去美国 代价是两万五千美金 和半个月暗无天日的海上漂流生活 船舱中的环境是不是很恶劣呢 应该这么说吧 那里的灯光很暗 那另外呢 船舱可以说是很大 因为当时我们有一百多人 围绕船舱呢 都是分一格一格的 好像刚架床 不过就窄一点 其余的人呢 都是睡在地上 那么床呢 是分给女人睡的 不过女人很少了 大概五六个 饮食方面怎么样呢 饮食有水 另外呢 有饭 但不是很丰富 饭就是饭 菜就是菜了 但是我们都不苛求了 只有一个厕所 一大群人共用 在不久之后呢 就给我们水管 让我们清洁 当年同坐一艘船的 406个中国偷渡客 各个怀着不同的他乡梦 梦想的地方都是美国 可惜事与愿违 船到不了美国 被逼在墨西哥搁浅 这些偷渡的中国人 马上被墨西哥警方拘留 当时我们的头目 是这么说的了 希望 尽量希望墨西哥 给我们政治庇护留下来 尽量不要告诉其他人 说我们是中国人 你懂吗 因为如果表明是中国人 就一定要回中国 要说我没有带证件 就想留下来 那么希望外国人呢 可以用人权态度 来看待我们 让我们留下来 就这样 那留下来呢 就有希望 就是美国的亲友 可以来接我们 总而言之呢 就是想去美国 最后墨西哥政府 决定将他们遣返中国 谁知道刚要上机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墨西哥的事 这群中国人集体逃亡 406个人当中 绝大部分被捉回去 并且遣返 有几十个人越过边境 逃亡美国 陈先生是唯一的两头到不了岸 走进了墨西卡利市区的人 走了又走 的确是很远 跟很害怕 一路走呢 看见亮了灯的车呢 就要躲起来 躲进小巷里 不敢乱动 所以走了很久啊 越靠近市区 看见越多的 像是一些中国人餐馆 内心呢 才镇定了一点 墨西卡利是墨西哥最多人 聚居的地方 陈先生被一间餐馆老板 收留之后 就在墨西卡利住了下来 帮收容他的老板打工 足不出户 暗无天日的日子 也从这一天开始 在墨西哥 像他这样身份的黑市居民 多达十几万 虽然当地政府 并没有严格地捉拿他们 但是对于陈先生来说 他毕竟是一个 没有身份的人 任何的证件 他都不能够申请 现在我们的身份 可以说是 在边缘之间 那你会不会很后悔 有这样的结果呢 非常后悔到不会了 我觉得在大陆的时候 也是没有保障 来来这里呢 反而开始 有工作可以做 有钱可以去回中国 我觉得比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好很多 但是你留在大陆 你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 来到这里 就有很多的限制 你会不会觉得 人生或者是说 中国人 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穷 一个穷子 让他过了八年的黑暗日子 讽刺的是 在他原有的美国梦里 根本不存在 墨西哥这个地方 偷渡之前 他们跟我接触的时候 是说去美国 我们也没什么打算 也不知道哪里是墨西哥 对这个地方很模糊啊 但是到最后 他可能要在这个 他曾经感到模糊的地方 安顿下来 他乡的黑暗日子 也可能出现曙光 现在墨西哥 有一个调整身份的政策 我的希望就放在这里 因为他成功的机会比较大 还有 1998年之前 来到墨西哥的人 只要能够证实 是在这年之前来到 还有有人可以担保 我所说的担保 不是付钱的担保 是有足够的文件 可以证实你 那我已经到过移民局 见过移民官 那目前文件还在等待 总算有个希望了 如果真的可以成功的话 我就 可以有机会回中国探望家人 以及 有了一个身份 那心情就会安心很多 太过失望是没有了 因为曾经在 在生命的边缘挣扎过 其实心里也不敢再失望什么了 站在美墨边境 陈先生百感交集 对面就是多年来的梦想之国 这么多年来都是渴望而不可及 南策的命运 使他在这个沙漠城市 不大情愿地落地生根 现在他已经会说 汉听西班牙语言 当初收容他的老板 也对他非常信任 每个月八百块美金的月薪 可以将半数寄回家乡 如今他的梦想 已经不是美国 而是衣景还乡 在中国大陆生活的时候 眼光不会放得很远 只是想赚更多的钱 但是到了国外会觉得 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情 因为国家不是自己的 说不同语言 吃的又不是自己国家的东西 不是家乡有的食物 沟通方法又难 会让人感觉没有归属感 你会很自然地就有思乡病 一关之隔 就将美末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遥遥地分隔开来 在墨西哥 一个普通工人的平均收入 是每个小时两块钱美金 但是在美国就有六块美金 墨西哥的人平均收入是四千美金 而美国这个世界超级大国 就是它的六倍多 两万五千八百块美金 身处贫穷的环境 唯一所想到的是温饱 使生活上得到改善 越过围栏就可以赚到理想的薪水 对很多墨西哥人来说 偷渡成为他们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在边境稍作停留 拍摄小组已经亲眼目睹 三个墨西哥人爬过围墙 进入美国国境 身处偷渡城市 这里每一个人对偷渡去美国 见怪不怪 欧阳辉非常清楚偷渡客的心态 他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四十年 绝大部分被截惑的中国非法入境者 他都接触过 因为每次当地政府要翻译 一定会想起他 偷渡事件每天发生 欧阳辉司空见怪 那些偷渡的人过去美国 有很多人是早上偷渡过去 做完工晚上就回来了 第二天又偷渡过去 有一些是星期一偷渡到美国 星期六或星期五再回来 星期六跟礼拜天就留在这里了 星期一一早又偷渡过去 有很多这种情况 有些人一定过去三次 你自己有没有亲眼看见有人爬过去呢 有啊 平常下班七点多人最多了 我经常在这里看到 我们的感觉是偷渡嘛 就应该是偷偷摸摸 或者是摸黑才能进行 但是这里却是很公然爬过去 这里是因为它差不多是一种日常的生活习惯了 他们很多跳过去做工 做完工晚上再回来 有一些或者去几个星期 赚了钱再回来 所以差不多是家常便饭 每天都有爬来爬去的 爬篮越境 无日无知 美国并不是坐视不理 其实在边境的所有围栏 铁丝网 都是由美国兴建的 另外还有闭路电视 和每天不断巡逻的边防巡逻队 每天美国边防都会截获数百名非法入境者 他们会被及时递解出境 不过在不用罚款 不用坐牢的政策之下 毫无嚇阻的作用 他们只会千方百计地继续闯关 墨西哥跟美国的边境 有一道铁丝网 进城市的地方 有铁做成的围墙 在过去一点 荒凉的地方 就用铁丝网 有一些跟高度一样 大概高有六七尺 在过去就是荒凉的地方 会有一条河 有河的地方 就不设铁丝网了 所以有时候那些人 甚至用车胎载人过去 有些懂游泳的 就自己游泳过去了 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是无可厚非的 当年欧阳辉 欧阳明两兄弟 也是这样而留在墨西哥生活 只是今天借偷渡 而达到这个目的 往往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有人冒死偷渡 都是希望去美国寻找机会 但是也有已经移居美国的人 反而在墨西哥 把握到机会 在墨西哥赚钱 比美国容易得多 在美国如果要做生意 需要很大的资本才可以 因为美国的经济水平 非常的高 但是在墨西哥就不一样了 在墨西哥不用很大的资金 就可以做些小生意 那现在我的环境 差不多等于在墨西哥居住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早上八点 九点就从美国过来了 到晚上七八点才回去 晚上睡觉休息呢 才在美国 所以我的生活呢 大部分的时间呢 都在墨西哥 其实在墨西卡利 不少墨西哥人 和欧阳辉的生活模式 相当类似 白天在墨西哥境内工作 至于晚上 就回到美国休息 所以关口 随时随地 都可以看到人车 络绎不绝的出境 和入境 身体非常健壮的欧阳辉 今年七十一岁 大部分的人 在这个年纪 已经过着退休生活 但是欧阳辉 仍然每天 用大量的时间 来处理他的保险业务 皆因这个江山 得来不易 我是这里 唯一从事保险业的中国人 所以很多华侨 还有乡里啊 对墨西哥文不是很熟悉 所以呢 我就用中文来解释给他们听 他们呢 对我们公司就更加的信任 所以 声音会很不错 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证书 这些呢 都是我在保险公司 考到的证书 因为在保险中呢 有很多项目 不同的项目呢 都要经过一种考验 通过之后才可以进行推销 这类的保险 总共有28项 所以就有28张证书 另外呢 有一些是我特别参加一些的特别的讲授 总共是28张证书 28张 你全部都成功过关了 全部过关 在墨西哥呢 考到全部的证书的 是不是只有你一个华人呢 华人当中呢 只有我一个 美国给他舒适安定的生活 墨西哥留给他大半生美好的回忆 而中国有着不可磨灭的年少印象 一份对中国的情节 欧阳辉觉得在他乡 总要为同胞出一份力 他担任过多年中华会馆的主席 今年他更赤巨资 新建一间小型医院 主要服务的对象都是中国人 我觉得很多中国华侨啊 在墨西卡里居住 却没有一个正式的地方可以医治 尤其是很多不懂得说墨西哥文 再加上我的儿子是个医生 他也会说中文 我觉得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 来帮助他们 在这里看病 费用是150批锁 大约是120块港币 九成的华人一有病 都会来这里看医生 原因是这里有一位细心的中国医生 除了华人 当地一些中上家庭 也会来这间设备新颖的小医院看病 墨西哥人怎么样看待你 那些墨西哥人 其实很奇怪 他们很喜欢来这里看病 他们说唐人医生呢 是好医生 都是很厉害的 所以很多墨西哥人 美国人都喜欢来诊所看病 为什么他们有这种印象呢 他们认为 他们会认为唐人是好人 喜欢读书 很勤劳 很能干 所以他们呢 会认为中国医生也是好医生 欧阳志雄是欧阳辉的第二个儿子 在六个儿女当中 只有欧阳志雄和父亲一样 在墨西哥工作 在美国居住 寄居他乡四十年 欧阳辉除了自己 坚持要多讲中文之外 也坚持要他的混血儿女 认识两种语言 中文和西班牙文 因为他墨西哥籍的妈妈 都是这样教导他和他的弟弟 你要求你的儿女们要说中文 也会要求你的孙儿也要说中文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观念呢 我这种教导呢 是以前我妈妈在中国的时候 给我们的教训 好像我们几个兄弟吧 在中国的时候呢 我母亲不让我们兄弟说中文 或者是其他语言 一定要说墨西哥文 所以养成我们不会忘记墨西哥文 后来呢 我记得妈妈这么做 让我们兄弟维持着墨西哥文的修养 后来我回到墨西哥 我希望呢 我的子女能够说中文 所以我在家里面 就把他们集中起来学中文 所以在家里面不准说其他文字 一定要说中文 在一片拉丁风情之下 嫁过来的中国女子又有什么故事呢 为了一个拉丁大情人 这个香港女子嫁得义无反顾 心甘情愿 为了一个老实生意人 这个福建电视台女主持人 嫁得有所保留 有所运会 同一个天空下 际遇不同 请收看下一集 两个出嫁他乡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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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